總統想先問一下這次你對高雄市長投選的看法 另外就是陳吉娜小組小內閣 他似乎有向眾做王國臺 他要借中高中人黨 如果他可以開口的話你會願意借帳嗎 借帳的問題 借帳的問題是蘇院黨的問題 不過我沒有聽說過這個 但是我們的人才我們都會做最好的王國臺 這次高雄的選舉 我覺得是高雄人的勝利 也是臺灣民主的勝利 高雄人在兩年裡用三次的投票 寫下臺灣民主的歷史 也找回高雄的光榮 所以在未來的兩年 我相信陳其邁市長會非常珍惜 這個難門可貴的機會 讓我們民進黨有個聽權力 來協助陳其邁市長 讓高雄的市政可以做得好 符合我們高雄市民的期待 我們莫想請問一下 在疫情風景之下 臺灣是少數經濟正成長的國家 然後這次還搞搞了我們基本公司 是 雖然是在疫情期間 我們也面臨了很多的困難 不過在困難之中 我們還是維持了經濟穩定的正成長 我們也希望能夠讓我們辛苦的勞工 能夠得到鼓勵 所以我們雖然很困難 但是我們勞動部的審議委員會 也覺得應該有一定程度的往上調升 我們也樂觀啟程 也希望用這樣的一個調升的方式 來感謝我們的勞工朋友 也希望我們的勞工朋友 可以體恤我們現在在疫情期間的困難 我們想要請教 因為最近平美關係不斷升級 包括美國衛生部長也來到臺灣訪官 紐約時報就分析說 這個顯示說 美國現在正在企圖營造 跟臺灣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現在只差沒有承認主權 那是不是台北之間的關係 先只差沒有承認主權 謝謝 我想我們台北關係裡面的重點 還是在我們的實質的關係 我想這幾年來 大家也都看到 在很多方面上面 我們跟美國的實質關係 都一直在強化 甚至某種程度的升級 那我們未來也會持續地 在深化這些實質的關係 讓我們雙方的關係可以互惠互利 如果我了解沒錯的話 外交部今天已經做了說明 那我在這裡要鄭重地說 中華民國絕對不會是最一致 那我們在做種種的外交 或者是做很多的國際活動的目的 就是要把中華民國 臺灣帶到國際上去 陳光想問一下 因為中國最近不斷地在台海附近 這邊進行軍演 看中國的央視昨天也嗆 說就是中國的軍機 飛到臺灣上場也不是做成的 你怎麼看中國不斷地用這種 陳時中部長夏令政風單位要來查 張華縣衛生局 那現在引起應見反彈 你怎麼看 謝謝 這件事情陳時中部長應該會在下午的記者會來解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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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